先说结论 冷军是非常非常强的存在 它是古典写实绘画体系下 前不见古人后也未必有来者的超强巅峰 要论证一个人到底有多强 得找到合适的参考序 这样我们才知道他到底强在哪 我在上一期视频里说过 我们这个世界有三种类型的绘画 第一种是单纯的把眼前所见的事物认真的描绘出来 它的核心乐趣点是在于纯然的观察 如同禅修一样 进入到一种物我两相望的入定状态 第二种是把绘画当成一种手段 渴求呈现自己内心情绪或者思维状态的人 他们想画的不是眼前看到的 而是内心里所感受到的无法言喻的信息 第三种则是把绘画当成类似于一种小说的存在 想把脑海中的一个故事 一个画面或者一段影像给表达出来的人 他们渴求传递内心里一直没有说出来的那一段经验 那种经验比现实生活要精彩丰富 刺激壮丽的多 不能表达出来太难受了 我们现在这个社会 无论是网络还是高等院校里面 都是把这三种情况混为一谈 互相争执话语权 看一张写实绘画就说它不够有意向 看一张概念插画就说它没有逼格 没有那种抽象的情绪或理念 这种情况不亚于跟短跑运动员说你篮球打得不够好 而冷军其实就是在我的认知范围内的第一种类型的巅峰 写实绘画是从达芬奇那里正式成熟的 在那之前没有人相信能够在纸上画出一个唯妙唯俏的立体的人像 如果我们熟读达芬奇的传记或者他的手稿 我们必然会深刻的意识到达芬奇本质上是一位非常具有科研精神的研究者 魏元说既可近乎道亦可通乎神 这句话用来形容达芬奇非常准 达芬奇通过对技术的研究将绘画的道理研究的相当透彻 但是他之所以画画是想通过视觉图像传递一个更加美好理想的人类图像 只是这类图像的内容载体通常是圣经的故事罢了 美原字真实又高于真实 这就是从达芬奇的绘画里开始的 这既是一种美好的追求理念 但同时又是那个时代技术生产力限制下的一种制约 越了解达芬奇我们就越知道他理想中的绘画就是宛若真实 他十分享受给人带来那种真假难辨的震撼 在达芬奇那个年代 他的话无异于今天3D撤销大片 但他心里知道还不够真实 然后这种技术和理念在意大利发扬光大 传承迁徙到荷兰和法国 但安格尔的法国全派手里达到巅峰 从古典主义到新古典主义 核心理念没有改变 但是绘画的题材发生了改变 更多的内容在描绘四处的权利 绘画的技术更是发生了变革 颜料更丰富了 色彩理论更加深入了 我们可以看到安格尔的这些细节图的颜色 已经画得十分细腻和真实了 他考虑到了光线的冷暖变化 暗部是非常通透的 颜色的变化转移非常的合理 而文艺复兴时期是做不到这个水平的 法国学员派另一位顶居大佬布格罗 则是将这种技术发挥到极致的代表 我们来看看这些肌肤的颜色处理 已经非常的通透温润了 不要听一些自媒体和异评人说 学员派不懂色彩 印象派才懂 不是的 在印象派提出那些色彩的主张之前 学员派已经把色彩研究到了非常高的水平 但是这些还是不够 我们仍然能够一眼觉察出这是画 它距离真实还有距离 还没有达到达芬奇理想中的那个境界 而真正推到那个境界的人就是冷军 有人肯定会说不对啊 超写实早就出现了 其实吧 在冷军之前出现的那些超写实 绝大部分都是用打格子或者投影仪的方式 一点一点借着巨大的画幅尺寸超出来的 我们在手机照片上看到这些作品时会觉得很精致 但是如果你现场看那么大的一个画 其实单位面积的信息量并不大 并不复杂 这类绘画和数字油画的感觉很像 更多的是一种超写实 古典绘画的作画过程就不是这样 我们来看一段完整的古典绘画作画过程 通常是先打底稿 然后上单色 最后再完成整体的颜色运览 它有严格的步骤和推理过程 借助网格来操作的过程更像是输入输出 中间虽然也有一个转化过程 但那个过程十分的枯燥简单和短暂 而在古典绘画的这个过程中 眼睛被输入眼前的图像进去 然后在脑海中要进行非常多潜意识的推敲和计算 才能够正式输出尽可能的还原那个信息 这个流程在伦伯朗和卢本斯晚年 都直接开启了更直接的画法 难度更高了 徒手齐稿 借着单摄底稿 偶尔直接混摄 步骤发生间接性的融合 这是熟能生巧的体现 但实际逻辑还是非常清晰 这个过程没有格子和投影仪做辅助手段 对肉眼的观察能力要求非常高 而冷军的写实绘画用的就是这种最古典的方法 我们来看看冷军的作画过程 非常的熟练和漂亮 每一步都概括的非常准确 其实他在朦朦阶段的时期就已经非常像了 颜色用的很准 形状也非常精练 他的绘画方法和伦伯朗卢本斯是很像的 从一个很模糊的色块开始起步 最后逐步的走到非常精湛的程度 你把这个画的细节放大看 也是很轻松的 一点都不累 他没有去抠 没有油油腻腻 每一个笔触都非常的精确而果断 毫无多疑 十分生动 如果伦伯朗布格罗还活着 冷军就是他们的偶像 他做到了18世纪古典画法的极限 就像蒙塔尔的笔触一样 充满了一种现场感的模糊精确性 如果我们完整地观看冷军的过程 就可以更好的理解我说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你在写实绘画中投入的精力越多 你就会越佩服 我们可以把现场作画看成是一种行为上的艺术 画画就像跳舞一样 冷军的每一部都很优雅 几乎没有一部是多余的 他的作画过程非常好看 这是屈子可数的高手中的高手军阶 另外市面上有一部分人总是说 冷军不就是有耐心吗 有什么了不起的 就是个匠人 只要有时间 谁都画得出来 怎么说呢 说出这样画的人 主要可能还是无知吧 事实就是目前只有他画出来的 而且画到了这种程度 冷军这种极致的写实绘画 并不是谁都画得出来的 不是这种性格的人 很难做到这个程度 因为他们在绘画中 展现的那个自我 是隐藏甚至消失的 把自我看得很重的人 根本就没有办法 在这样的绘画中做得住 难道有人真的以为 靠忍耐和坚持 就可以把一张画画到这个程度吗 不会吧 不会吧 我前面说了三种类型的绘画 虽然它们分成了不同的状态 但是艺术创作有一点是共通的 就是如果你们有强烈的喜欢和十分舒适的状态 你是画得出来的 想要画的这个程度 必须得对眼前所画的事物有强烈的描绘冲动 纯然的享受这个过程 被感觉驱动着 江文说太阳照成身体是上帝握住他的手拍出来的 这个形容非常好 想要画一个好的作品就是这样的 首先你得在技术上达到很高的水平 然后在那个时机下有非常好的状态 只有身心合一 享受这个过程的人 才能把作品吹到橘子 不管是哪种类型的绘画都是如此 那还有人说国外早就不玩写实绘画了 这都是被时代淘汰了的东西 怎么说呢 说出这样话的人 可能主要还是无知吧 冷军这些年经常被国外的权威艺术院校邀请参加讲座 现场示范 基本上都是大量的人围观的 很多欧洲古典写实绘画的研究者 教授们都对冷军非常佩服 真的 只要多看一点资料 就知道了 冷军在国外受尊敬的程度远远超过国内 那又还有人要用我最开始的那种方式来批判冷军了 他说我们中国古人的笔墨非常厉害 寥寥几笔十分传神 很有意境感 冷军这种写实绘画不上档次 国画的那个难多了 本来不想回应这种问题 但是还是想说 多看看书 多画点画 就会知道 不同的话筒有不同的操作笔法和逻辑 只要你练得好 你的手感都会达到一种随心所欲不欲去的境界 而操作的手感是相通的 我们来看看冷军画的这个竹子 每一个叶子几乎都是一笔画完的 每一笔都非常的潇洒 这其中透露出来的情趣 就是传统文人画对笔墨的那种追求 只不过是以油画的形式在线了 操作能力达不到一个很高的水平是玩不起这一道的 冷军有前往中国传统文人画的那个潜质 但他不是传统文化语境下那个性格的人 不同的人做不同的事 总之冷军是一个很罕见的高手 他把自己享受的事情做到极致 不断的突破自己的极限 这背后有一种竞技运动的精神 但内核是不同的 他并不是为了竞技做这个事情 而是单纯的想要把眼前看到的这个世界画出来 才对自己不知不觉的要求到了这个程度 写实绘画发展到冷军这个程度 内在的精神价值已经和达芬奇那个时代 发生了很大的差异了 这些超写实画家们不再相信艺术源于真实 高于真实了 他们相信真实世界就是最高的艺术本身 他们感受到了真实的震撼 那种无言的深刻让他们自行惭愧 于是心甘情愿地收取自己的傲慢 投身其中 认真地描绘这无穷的奥妙 你与其说他们是在画画 倒不如说他们是借着这一笔又一笔的描绘 来享受这个认真观察的过程 只有信奉这样价值的人 才能够在这样的艺术中抖到橘子 这个技巧就像一滴油一样的 你的水有多高 它的油就浮得有多高 就跟水面有关系 水面就是我们的 我们自身的画外的东西 我们的修为 我们的丰富的情感 我们的感受能力 在冷军的思想里 他追求的同来就不是技术本身 而且他眼中那个无比震撼的世界本身 OK 以上那些问题呢 都是在网上的评论里截取的一些偏激问题 借着这些偏激问题 以问答的方式来聊一聊冷军 本期视频主要是想做个科普 给大家科普一下冷军的技术高度 让那些喜欢冷军作品的人 能够更加理解冷军老师的强悍之处 好的 我是维维老师 喜欢分享绘画的问题和资考 如果觉得有用 记得一键三连 我们下一期再见